通知廚房 Hello 大家好 我是通少 今天我會和大家分享 金沙奶黃焗年糕 我之前出過一個類似的版本 不過是用水去蒸 兩者的味道都一樣好 用焗爐去做的話 做法會再簡單一點 金金黃黃脆薄薄 真是非常吸引 先將指定份量的砂糖 牛油放在一個碗裏 然後加入指定份量的椰奶和花奶 然後放入微波爐裏 大概煮45秒 令到椰奶加熱至45度 令到它有足夠的熱力去溶化 在微波爐裏拿出來之後 把所有材料攪勻 變成一個順滑的糖漿 如果大家不喜歡用微波爐去做的話 可以改用傳統的爐頭去做 用中小火 慢慢地把椰奶加熱 在加雞蛋之前 最好才確保我們的糖漿裏面 不要超過攝氏50度 以免煮熟我們的雞蛋 阿通少 沒有溫度計怎麼辦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用手指揉在糖漿裏面 碰到下去覺得熱熱的 不燙傷手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就加兩隻雞蛋下去 連糕做出來夠不夠英俊 就視乎你用的雞蛋蛋黃的顏色 偏向深黃或深橙色的蛋黃 做出來的連糕就會比較金黃一些 將雞蛋在糖漿裏面攪勻 攪到它們完全混合在一起 順滑為止 將指定份量的糯米粉和其他的乾粉 放在一個碗裏面 然後慢慢地分開大概兩至三次 加入剛才混合好雞蛋的糖漿下去 加了糖漿之後就慢慢把它攪勻 攪到粉漿完全順滑為止 要確保粉漿超級順滑的話 最簡單有效和直接的方法 就是拿粉漿去過篩一次 完成 你看看粉漿現在多滑 先將粉漿放在一邊等待再溶 今次做這一款連糕 我會加一些鹹蛋黃碎下去 增加它的鹹香味 我就不是很建議 大家跟我一樣用這些熟的鹹蛋黃去做 如果真是有心要加鹹蛋碎的話 就用這些真的鹹蛋 拿裡面的蛋黃出來 拿去蒸熟或者焗熟它 我其實都是第一次用這些熟的鹹蛋黃 買它回來用主要攪它夠方便 所以我不會再煮它 直接拿個刨去刨碎它就算了 其實一般的鹹蛋黃 煮熟了之後 只需要用支叉把它壓碎就可以了 而不需要拿個刨去刨 這個食譜的份量 大概可以做一底 8x8吋正方形的連糕 又或者你可以用這些 mini muffin的焗盤 做16個左右 一口size的連糕都可以 無論你選擇用什麼焗盤都好 都要在這些焗盤裡面 四周圍塗上軟身的牛油 然後就在焗盤裡面 加入剛才壓碎的鹹蛋黃碎上去 記得要耐心一點 把它鋪得平均一點 我們要確保每一處地方 都有鹹蛋黃碎在這裡 接著就可以把粉漿倒進焗盤裡面 鋪滿整個焗盤薄薄地一層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可以用一個發彈器 又或者用普通的竹籤 在粉漿裡面走大運 走幾個圈 盡量把粉漿裡面的氣泡釋放出來 這樣焗的時候 它就不會脹起好像一個小生丘 影響焗好之後年糕的賣相 記得這個時候要預熱好的焗爐先 就這樣走幾個圈都未夠 在進焗爐之前 我們要把焗盤倒幾下 把還未釋放到的氣泡都盡量倒出來 如果粉漿表面有些泡泡在的話 就記得要刺爆它 然後就用指定的溫度和時間 把年糕焗到金黃靚仔就可以了 哇哈哈哈哈 金山奶黃焗年糕就焗好了 哇 你看這麼金黃靚仔 記得要等一會才好吃 因為現在裡面太熱了 一放進口就很容易辣到你焦亂的醉仔 沖定一杯靚茶 再享受一會就可以切來吃了 大家聽聽 切的時候表面是滑滑的聲音 真的很脆 搞定 吃得了 這個年糕外層金黃脆薄薄 吃下去就非常軟熟 還有少少煙韌 除了吃到陣陣的奶黃香味之外 還有鹹蛋的鹹香味 嗯 真的夠了 Delicious 新年吃到這款這麼正的黃金糕 大家今年一定會 財源廣盡 大吉大利 年年有餘 步步高升 事事如意 心想事成 萬事如意 富貴有餘 金肉滿堂 福壽瓶 全龍鳳 晴腸 紅腹大潔 紅馬精神 蠻瘦毛巾 熱酸滿堂 水平安 福壽安康 生日快樂 快速出大 青春上駐 如果大家不喜歡焗的話 我是有另一個蒸的版本給你的 又或者你嫌它材料太複雜 我亦都要焗簡化版的版本給你 兩條片的連結 我都放在這條片的info那裡 吃不完是可以放在雪櫃儲存 一到兩個星期 要吃的時候 用石子包著它翻熱就可以了 材料正確的份量 食材的牌子和相片 都可以去我文字食譜找到 在這條片的info 就有這個食譜的連結 提供給你去參考 通知廚房的專屬網頁 還有更多免費的影片和食譜分享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要給like和share出去 還要記得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新片一出才可以通知到你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